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使用MT4平台进行交易 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在问这个问题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这个讲座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外汇交易和差价合约为杠杆性金融产品 所以说呢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者 在投资前呢您必须充分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风险必要是可向第三方征询意见 那么本次讲座所含内容呢和观点仅为一般性信息 并不涉及金融产品的建议 那么本次讲座也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政目标财务状况或者是需求 好那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呢都应该已经这个下载了这个MT4平台 那我们下载了MT4平台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可能会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不要紧啊不要紧 我们只要确保选择的是GoMarketsDemo这个服务器就可以了 GoMarketsDemo因为我们的大赛呢是用这个模拟账户进行的 所以说应该是这个Demo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点击Next 好 那么同学们呢在参赛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自己参赛账号的这个信息啊 您之前已经通过邮件发送给大家了 把它这个login number和这个password呢输入进去 然后因为这个确保这个服务器啊是GoMarketsDemo啊是GoMarketsDemo就是这个server 然后你可以save password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可以我先向大家演示一下怎样呢 就是说开启一个新的这个模拟模拟账户啊 那么这个新的模拟账户呢 实际上其实你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练习啊可以去拿就拿来进行个练习 那么如果是开一个新的账户的话我们可以点这个new demo account 然后我们点Next 好那这里可以输入 输入你的姓名啊那这里我是因为进行个测试 所以我是这里就输入test 然后好这个是初死资金啊还有这个杠杆的比例啊这些还有一些个人信息 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你账户使用那种货币我们是使用澳元啊 然后同意点击Next 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账户就开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Finish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信息呢已经成功的显示在这个accounts的下方了 那么在显示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还要确认啊你还要确认就是右下角右下角这里呢是一直是有流量的啊 如果这里的这个柱状图显示的是红色的或者说这里并没有一个流量的这个数据存在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没有成功连接到网络上 好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啊这个默认的呢是有四个窗口是有四个窗口啊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给啊逐一的给它关掉啊把这个可以给它关掉包括这个啊 然后选择你想要观看的 产品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我看啊奥元对美元我们左键单击点住它然后把它拖入到这个窗口里啊它就显示出来了好那么在解释这个具体的操作之前呢我们先来啊说一下这个MT4整个这个界面的构成啊是什么样的 那么MT4这个软件呢其实它主要是有五部分构成那么从上往下说先看上方啊这里有File View Insert Charts 包括下面这两个其实这些都是tuba啊都是tuba也就是我们的工具栏我们的工具栏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啊按钮来啊这个执行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像插入一些这个呃指标啊或者说是啊图表啊或者说是啊一些别的这个工具 那么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arket Watch 这个Market Watch是什么呀也就是市场报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Market Watch的右边有一些是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是澳大利亚的东部时间也不是啊好像澳大利亚的中部时间 这个是平台时间啊平台时间应该是以欧洲中部时间为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平台时间呢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啊统一全球这个交易者的这个啊一个日常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说我们选取一个时间作为一个标准时间 那么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现在是呃九月份啊九月份那我们这个澳洲澳洲东部时间呢是比这个平台时间要快七个小时整啊快七个小时整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产品啊还有旁边这个数字在跳跃没关系我们先看这个 simble这个simble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符号啊比如说哪些产品bid就是你的卖家啊ask就是你的买家那之前有同学问这个bid和ask price这两个price的话这个卖家和买家是针对于谁来说的是针对于我来说的还是针对于这个经济商来说的那么这个两个价格呢是针对于你也就说你作为投资者对于你来说的如果你记不清这个bid和ask哪个是卖家哪个是买家那么很简单啊你就直接记住 买价始终比卖价高啊那你可以再看这两个数字哪个价高哪个就是买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右键单击这个marketwatch里任何一个地方啊右键单击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pread我们可以左键单击好 那么这里看到一个感叹号下面呢可以看到这些啊spread什么spreadspread就是点差啊点差记住go markets使用的是五位报价所以如果这里比如说是啊这个16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不是16个点的点差而是1.6个点的点差记住啊一点是小数点后的第四位那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把它给啊全部都给啊隐藏起来啊我们可以把它全部隐藏起来啊 实际上是澳元兑美元啊一个货币对那么可以看到因为澳元兑美元是属于主要货币对吧所以它的点差偏低一些啊因为我们使用的是go markets的模拟账户如果是使用高级账户的话呢这个点差应该在二到五这个范围二到五也就是说从0.2个点到0.5个点那我们这个模拟账户使用的是go markets的这个与这个go markets的标准账户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里呢要比高级账户要稍微的高一点但始终还是处在一个相当低的范围 那我们这里可以右键单击然后呢选择symbols啊也就是产品这样子呢就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把它给拖拖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的产品forex major就是主要的货币对啊主要的货币的主要的货币对说的就是跟美元有关的这个货币对啊就里面包含美元的货币对啊 那么我们也把它叫做直盘货币对那么forex minus我们管它们叫交叉盘交叉盘货币对我们打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面是没有美元的啊是没有美元的这个标志的 好那么如果我现在要是想在这个market watch的窗口里显示这个比如说欧元对美元这个货币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以左键双击啊在这个在这个货币对上左键双击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前面的这个这个dollar sign啊这个dollar这个符号呢 亮起来了他一旦亮起来以后就说明他已经进入成功的进入到我们这个market watch下面那他这个产品就显示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样啊用同样的方法把下面这几个产品都给显示出来那我们可以看现在market watch里这些产品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显示一些别的啊别的比如说这个forex metalforex metal其实就是黄金和白银都是现货啊都是现货这里大家要注意不是期货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黄金啊把它显示出来然后在这个cfd oil里面可以把美国原油显示出来 那么下面这个cash cfd呢就是一些全球主要的股指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这个澳洲200显示出来那么还有一些别的这个这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恒生指数啊还有日经指数啊纳斯达克标准pool啊这些都是可以显示出来我们这里就举这个澳洲200为例 那么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symbol里最上方这个叫go binary那么这一次呢大赛呢是不允许交易这个二元期权的其实这个binary就是二元期权的意思啊二元期权产品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让交易二元期权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同学们可以回到我们之前录制的这个赛前辅导的这个视频啊去大概了解一下什么是二元期权啊因为二元期权的赌博性质太太过浓厚所以这里呢本次大赛是禁止啊交易 这种产品的好我们现在可以关掉这个窗口那我们看我们想要的产品的都出现在这个market watch里面了好你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显示的是 AOD USD啊这样澳元对美元这样的货币如果我想看欧元对美元怎么办呢我很简单左键单击左键单击这个产品然后拖住不要松开拖住他然后把它通到这个图表图表窗口里然后松开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显示的就是澳元对美元这个货币对了 好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在这个market watch的下方啊是一个navigate这个窗口这个navigate这个窗口是干嘛的呢其实这个navigate窗口里更多显示的是你个人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accounts如果你现在想想开一个新的accounts的话呢你可以右键单击啊open account或者说是login to trade account你看我们这里已经啊我刚才设计的这个账户已经显示在这里了在这个demo的服务器下 如果你想一个mtc是可以登录多个这个账户的啊你这里可以再登录另外一个账户这里我们就不做解释了那么下面呢有一些这个指标啊就是一些指标这里呢我们可以不通过这里来操作待会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来把这些指标添加进去再往下是一些expert advisors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EA程序啊也就是说自动交易程序 这个呢由于啊本次大赛呢啊有很多同学之前是没有交易经验的我们这里不仔细不具体来讲EA程序是什么你只要记住EA程序呢是这个是一种啊这个交易的程序啊是一种交易的程序它可以帮你自动化交易啊也就是说你它是可以帮你去进行个交易的你不用时刻都守在旁边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来到了terminal这个窗口这个terminal窗口里显示的呢如果你点击trade啊是你的一些账户的 余额啊这个是IFT是净值free margin是的可用保证金的意思啊你的一些个人账户信息在这里呢Account history啊点击account history你可以调取所有你想看的history如果我们在这个选先选择account history然后右键单击选择all history啊我们可以看他会把所有的history显示出来因为我这个是个新的账户所以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交易的记录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前三个月的或者上一个月的然后当他显示当他显示出来以后当他 显示出来了以后呢你可以把他这个save as detailed report啊那他就会存储成一个html的格式在你的想存储的这个文件夹里你就可以调开随时来看啊随时来看好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最大的啊最大的也是占占这个整个界面面积最大的这个窗口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图表窗口啊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其实是看这个图表窗口的那么在看图表窗口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现在啊我们把这个奥元兑美元 这个拖进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看在最上面有一个小三角这个符号我们把它点开点开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卖家和一个买家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买卖这个交易了啊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你想交易的手数比如说是两手啊或者是五手啊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可以点击买或者是卖啊buy或者是sell那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个呢那你可以把它这个小小三角给隐藏起来啊隐藏起来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窗口里 目前来说呢这个显示的这个颜色啊比较暗啊看起来并不是很舒服没关系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个调整 比如说这里我们按住Ctrl键按住Ctrl键然后呢按住G键这个G就是G for good啊good的第一个单词啊然后两个键一起按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网格给去掉啊把网格给去掉啊然后我们可以在任意位置右键单击啊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在这个property里面啊我们点选properties 好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color啊在这个color里面就可以选择颜色那我们可以把背景调成一个浅一些的颜色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浅的颜色如果你喜欢深色啊那你也可以自行调整也可以自行调整我这里只是讲一个方法好浅的浅的颜色那么为了跟他显成对比的话呢那么前景也就是说这个右边这些数啊这个价格的这个啊这个x轴和y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调成深色啊产生个对比那么这个bar up是说什么呢就是到时候呢啊这个 这个蜡烛图最外面这一圈的颜色啊最外面这一圈的颜色那我是一般喜欢用黑色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 这个blue candle是什么意思这个blue candle啊事实上就是牛式蜡烛图也就是说是一个上升的蜡烛啊那么在国内呢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上升这个蜡烛或者说上涨这个蜡烛啊牛式蜡烛一般是红色的但是在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大家一般呢是这个红色的 红色是表示这个什么呢是表示deficit是个赤字也就是说是下降的意思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澳洲这个习惯啊按照澳洲这个习惯我们可以把这个熊式蜡烛设定为绿色啊设定为绿色好 那么呢啊这个铝太显眼了我们可以设计个不是特别刺眼的颜色啊好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熊式蜡烛呢设计成什么熊式蜡烛刚才说了啊赤字赤字那么就是红色啊按照澳洲这边的习惯好我们点击OK 哎那你会看到点击这里把它放大好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呢整个这个颜色就进行了调整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啊蜡烛图 那么在讲这个蜡烛图之前呢啊我想先啊讲一下上面这个啊引回上面这个工具栏啊为什么呢你看啊在工具栏的这个位置啊它出现了candlestick candle stick就是蜡烛图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俗称的k线图 那么我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进行个表示比如说这个batcharts这个柱状图啊那么那显示出来的呢就是一些柱状的表示方式还有一些这个线图啊这个是 line charts啊线图啊那么我们平常一般来说啊大多数啊这个投资者还是比较喜欢看这个蜡烛图的啊比较看比较喜欢看蜡烛图的 那么这个蜡烛图这三种表示的方式旁边呢有一个放大啊还有个缩小这个就是看你啊看你就是说在某一刻怎样习惯一些 其实就是zoom in 和一个zoom out 啊这样的关系旁边这个是干嘛的旁边这个很简单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放缩小了缩小了以后把它拖到下面啊然后再拖入一个新的产品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产品啊有两种产品的图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点击arrange啊那么它就自动对齐了啊就是一个对齐窗口的意思在他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像我们这个遥控器上的家里这个一些这个啊比如说播放器的遥控器上像是 一个这个play button其实这个呢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播放键啊播放键为什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价格是在进行一个变动啊一个细微的变动 一个细微的变动和鼠标移到这个地方如果我把它给关掉 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价格暂停了价格暂停也就是说你事实上是暂停了它的价格的显示也说你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是不显示这个什么不显示它现在这个报价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图片图表往往前拖啊往前拖可以随意拖到前面任意一点的位置 如果我们打开啊就自动回到现在这一刻的状态了好有的同学是那我想做图啊这个图的话这边好像没有什么空间没有关系啊点击这个播放键右边这个键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子就空出来一个位置空出来一个位置这你就可以用来做图啊用来做图好那这个键呢啊事实上就是这个一些这个指标的一些添加啊指标添加这个我们不从这里添加啊我们一般不从这里添加 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呢就是这个一分钟五分钟啊显示的是每一个蜡烛的周期事实上我们也不使用啊我们也不使用我们还有更简便的方法你看下面下面这里已经把它给显示出来了 那么如果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显示的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啊大阳线啊记住上涨的蜡烛我们管它叫阳线下跌的蜡烛我们管它叫阴线这根大阳线实实上代表的就是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鼠标移动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是2016年9月6号的17点啊平台时间的17点什么意思呢啊那我们可以把鼠标移动到下一根蜡烛啊下一根蜡烛看一下这里显示的是2019年6 9月6号的啊18点啊18点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一根蜡烛显示的是啊从17点到18点啊这个时候这一个是一个小时内啊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的情况啊所以说这就是代表一个蜡烛的周期一个蜡烛的周期那如果我们选择四小时呢那这一根蜡烛代表的是四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如果是日线图呢代表的是一天之内发生是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还有周线图啊月线图啊一分钟图五分钟图 这其实事实上都是一根蜡烛啊一根蜡烛所代表的周期 好那么这个时间的右边这个时间的右边是什么templates啊这个template这个模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打开我们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啊很多已经预存好的模板比如说我们点这个这个adx啊它就会出现这个adx模板啊如果我们点击比如说这个bollinger bands它就会出现这个平常bollinger啊就是bollinger啊这样的一个模板 因为暂时呢我们先不选择这个待会我再跟大家演示好啊那有的同学说了怎么样做这个交易啊怎么样做交易比如说你选中了一个产品啊你选中一个产品这个时候你右键单击然后你点击这个new order新订单的意思这个时候你点开这个新订单你会发现出现一个新的窗口啊这窗口遇到这里那么这里就是你要交易的手术啊那你可以看下来菜单里最小是0.01手啊最少是0.01手啊 那么你可以输入比如说我想输入个1.5手行不行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这里就是你的止损位的设定啊你止损位的设定这里是你止盈位的设定这个profit是止盈位的设定 好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type这个type是什么意思呢market execution 你说限价执行就是根据你现在这个价格你即刻就要买或者即刻就要卖啊 还有一种pending orderpending order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挂单挂单什么是挂单就是说你在未来的某一刻在执行当这个价格移动到你想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再去执行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价格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在未来比如说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你想做多啊你想做多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呢啊已经比较高了你觉得现在做多可能利润空间不大你希望他能够价格回调下跌 一部分以后你在入场做多没有问题你可以用pending order用pending order然后pending order有四种方式啊buy limit sell limit buy stop和sell stop这些是什么啊这个很简单 我之前在赛前辅导里已经讲解过了这里就不再做讲解了大家可以去看然后你选择了你想进行的这个订单以后呢啊这个你想使用的订单以后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价位输进去然后把它给place就可以了把它给place就可以了 好这个限价格的啊其实这个限价格的这个by limit buy stop和sell stop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非常简单算了我这里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打开这个网页打开网页我们看一下啊 你说是 随意输入一个by stop 然后用image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啊第一个就是打开 好 我们可以看这个by stop是什么意思假如说啊注意我的鼠标假如说现在啊 现在你的价格在这个箭头的末尾这个位置我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你呢啊想等这个价格呢啊网上涨一点以后再去买入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订单挂在蓝线这个位置 那么当这个价格走到这个蓝线的位置的时候触及到蓝线的时候啊触动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啊系统会自动帮你执行一个买入啊执行一个买入也就是做多你这个时候就买 那by limit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吗 你觉得你想你想在将来买入但是你因为觉得你现在这个价格太高了比如说这个这个整个这个箭头的这个末尾啊 现在价格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你觉得太高了你希望这个价格下跌以后 达到蓝线这个位置啊再进行一个买入那么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这个价格放在 目前市场价格的下方当这个未来啊让这个价格走低触及到你当时放的这个订单的位置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帮你买入啊系统会自动帮你买入 那么sell stop和sell limit的一样的方式只不过是不同的方向啊不同的方向上面by是做多的情况下sell是做空的情况下 好 我们回到我们回到这个这个地方啊 Market execution比如说我现在想做多啊想做多一手的这个记住啊这个volume这个地方是你的手数啊一手就是几个合约一个合约两个标准合约三个标准合约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想啊做空啊我现在想做空我就 点sell啊就点sell做多就是buy嘛做空我点sell好OK 那么我就成功的 什么 做空了一单 那么我们看在这个terminal啊在最下方的terminal里这里就会显示你的订单号码 然后你当时这个做决定的时间啊 你是卖啊这里是卖啊也就是说做空啊做空你做空了几手呢这个size是多大呢是一个合约啊一个标准的 一个是一手啊 什么产品澳元兑美元啊在什么价位这里会给你清楚的显示出来那我当时是没有设定止损也没有设定止盈的所以这里是没有显示价格的 那么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啊那么这个 隔夜费是多少啊然后你现在这个浮动盈亏是多少那么在看这个浮动盈亏的时候当时我有说啊 这个 盈亏是按照这个结算货币来计算的但是事实上呢事实上我们的系统里如果你右键单击这个 右键单击这里啊你会看到这个profit选项你把这个鼠标移上去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弹出的窗口里你可以让他显示成as deposit currency啊 我们是什么账户啊是澳元账户 那这个货币对啊是澳元对美元按理说这里的盈亏应该显示美元啊但是我们是把他的系统可以 显示这个比如说是deposit currency就是我们的这个澳元啊澳元那我们现在这个浮动盈亏的自然会 系统会帮我们自然转换成这个澳元啊会有系统会自然帮我们转换成澳元 好一些简单指标的设定啊比如说 现在呢啊之前这个赛钱辅导里有跟大家提过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这个gapi multiple moving average 怎么样添加啊怎么样添加 我这里不完全掩饰啊我这里不完全掩饰 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只是啊只是12根移动平均线的组合 如果你会如果你会填写啊如果你会啊这个加入一根移动平均线的话我相信啊剩下的也就是 照葫芦画瓢啊照葫芦画瓢没有那么难 怎么样怎么样加入指标啊我们把鼠标移动到上方insert啊这个插入这个按钮啊然后点击下去啊左肩单击 在第一行显示indicator有指标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指标 啊这个指标呢大家可以啊这个客下自己去看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每一个都研究一下但是我们这里呢只说两种指标一个是这个趋势指标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震荡指标啊但是趋势指标和震荡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 指标的存在啊那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它都讲清楚又兴趣的同学啊自己下去看 我们先说怎样加移动平均线移动平均线是属于趋势指标也是在train的这个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 移动平均吗英文moving average点开 好这里他就会问你加入多少个 这个周期的移动平均线 先说移动平均线是什么意思移动平均线就是把 就是把之前的 几根蜡烛的这个收盘价啊 加在一起然后平均一下啊 平均一下得出来一个 得出来一个价格啊得出来一个价格 然后这些价格连续连续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 平均线啊就形成了一条线 所以我们就管它叫平均线 那么在这个period里面我们可以数三这个period指的是什么 其实指的就是三根蜡烛的意思 那么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的他使用的是 指数移动平均线啊 我们可以看这里有simple啊 一般平均线还有指数移动平均线 为什么用指数移动平均线 指数移动平均线的意思事实上就是 对这个 移动平均线进行了一个什么进行一个加权 什么叫加权呢 就是说距离限价啊 比如说我们看右图这里啊 这根蜡烛 那么距离他最近的就是他上一根蜡烛 当然对他的影响呢 相当于他距离他啊 两三根以外的蜡烛对他的影响要大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 虽然是计算这些蜡烛的平均 受盘价的平均纸 但是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加权 什么叫加权 就是把他的比重调的更大一些啊 因为 最近的一根蜡烛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可以把他的比重调的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呢使用 Exponential也是指数移动平均线 好然后我们加入一条 我们加入一条 然后点击 OK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图上可能 比较 细这个线啊 那么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根线的存在啊 那么 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是 是怎么添加的呢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啊 我们可以 把这个 打开一个文件 啊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添加啊 记住这两个数字啊 因为 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是有两组啊 也是短期组和长期组啊 各6根共12根指数移动平均线组成的啊 那么短期组呢其实代表的就是短期的趋势 体现的短线交易者行为和心理 短线交易者说的是谁啊 说的就是那些投机者嘛 对吧 那么长期组呢代表的是中长期趋势体现中长期投资者的行为和心理 长期中长期投资者的行为和心理指的是谁 中长期投资者指的是投资者啊 投资者 就是说顾比呢 顾比老先生他认为在这个市场中存在两种人啊 一种是这个 投机者也就是短期组啊 一种是投投资者是长期组 那么可以记住下面这几个数字 记不记得我刚才输入的是3啊 那么下一根是五八十十二十五分别把这十二根移动平均线添加上去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 啊干脆我把这里的限度给加进去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刚才加进了一个三三根的 那么在这里加进一根 啊 五根的啊 五根的 然后 再加进一根 八根的啊 八根的啊 八根的 还有一根 十根的啊 十根的 然后 十二根 就是说 十二个周期啊 十二个周期 然后 十五 十五 好 那我们看到已经成功的加了六组了 那我们现在加完了这个短期组我们再来加长期组啊 长期组 长期组第一个是三十啊三十 我们用区分一下颜色我们用蓝色来表示待会我们来跟大家说为什么用蓝色啊 好 第二根是 三十五 三十五 第三根是 第三根是 四十啊 四十 第四根是 四十五 四十五 第五根是 第五根是 五十 五十 第六根是 六十 六十 好 我们看现在我们就成功的添加了成功的添加了这个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啊 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怎么样用 待会我会来说一下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短期组用红色啊 长期组是用蓝色的呢啊 因为 红色嘛啊 一般是比较激进的啊 比较激进的 他 比较彰显啊 个性比较张扬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市场里的这个投机者啊 一般他们是引领这个市场潮流的 他们的个性也比较张扬 是 有利润就跑啊 那么 蓝色呢 是相对于来说沉稳一些啊 这是我个人感觉啊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有啊 内心对这个颜色的这个 判别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颜色 总之呢 就是这个把两组区分开就好了啊 我个人是觉得蓝色比较沉稳 代表的投资者多一些啊 代表投资更更像是投资者的这种 属于他们的颜色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固比线呢啊 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图方的稍微 小一些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 每当价格上涨的时候 是不是红线走在蓝线上面了 对吧 每当价格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红线走在蓝线的下面了 没错的啊 这其实是这个固比线最大的一个特征 那么在固 看固比线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外啊 另外两个特征 就比如说你看 我在这里做一个 啊 做一个圈柱 做一个圈柱 把它给固定下来 这样大家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区域了啊 哪个区域 好比在这里啊 好比在这里 就是我们看这两个红线中间这一段啊 两个竖着的红线 中间这一段 我们会发现啊 首先蓝线组呢 它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开的啊 红线组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蓝线组和红线组两组 组内分别都是一个扩散的状态 那我们再看啊 这个蓝线组和红线组中间这个竖直的这个垂直的这个距离啊 也是越来越宽的啊也是越来越宽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怎么样来看 这个固比线 首先 当红线走在蓝线上面的时候一般是上涨的这个趋势 如果 两组线组内 是不断扩散的啊 两组组内都是不断扩散的 什么叫组内 就是说 蓝线组单独来说是扩散的啊 红线组单独来说是扩散的 说明这个趋势是增强的啊 趋势是增强的 如果两个组之间的距离啊 两组之间的距离是不断扩散的 说明这个趋势是不断增强的 不断增强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 红线移开啊移到这一段 移到这一段 我们来看啊这一段 我们可以看一开始的话呢 这个两组都是这个重现一个趋势增强 下跌趋势增强那个状态啊 那么到这里红线往回撤了 往回撤了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啊 当然这个时候要看你想怎么办啊 但是我个人的一般去这个时候的话 是不会选择去交易 因为趋势不是很明朗啊 我一般会选择在这种时候 就是他已经走开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在进入这个市场来进行一个 比如这时候就可以做空啊做空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一段啊 我们再回到这一段 那比如说现在啊现在 可能在这个位置啊我鼠标指这个位置啊 如果你看现在蓝线也开了 红线也开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入场做多啊 即便是到这一刻交叉的时候啊 你再出场 你中间海的利润啊 中间这个利润 你还是可以拿到的 还是可以拿到 所以说啊这个 趋势线要回去使用 要回去使用 那么说完这个酷比曲 移动平均线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再说一下这个维加斯通道啊 维加斯通道是什么呢 其实事实上维加斯通道也是有两条这个移动平均线组成的 我们还是添加啊添加 trand这里 moving average 维加斯通道是用 哪两条移动平均线组成的 是由一根144个周期的移动平均线啊 为了区分我们这里用黑色然后用虚线的表示 一根144 呃 各周期的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 这是其中的一条 另外一条呢 这个通道吗 他肯定是要有两个边 对吧 另外一条是 周期是什么呢 另外一条周期是 169天啊 169个周期啊 不是169天 169个周期 然后用实现的表示 然后把这个加进去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通道就形成了 我们把它给 缩小啊 缩小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这个其实维加斯通道由于他的这个周期是 啊 比这个顾比线的啊 更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 怎么使用这个维加斯通道呢 当这个价格跌破啊 比如说看这里这里啊 我鼠标移动的这里 如果价格 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通道 那么这么来说的一般来说啊 他的长期趋势是向下的啊 长期趋势是向下的 我们可以看确实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啊 这个时候的比如说他 他涨 他 他就是说什么呢 他收 收在这个顾比 这个这个这个说错了 是维加斯通道的上沿啊 刚才忘说了一点 那么通道他既然是通道他就有两个沿啊一个是上沿一个是下沿一个是上沿一个是下沿 那么他如果是收在了上沿以上一般来说的长期上涨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就突然向下这个趋势事实上啊 这里当时是有一个重大的这个基本面的信息什么是基本面比如说这个 美联储加息或者是降息啊比如说澳澳洲央行啊澳洲这个reserve bank又有什么举动啊 导致他有一个大的一个下跌啊一般来说如果要是没有这样重大的这种基本面因素的话那么他的长期应该是上涨的啊长期应该是上涨这是维加斯通道 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指标是什么呢啊叫做一种震荡指标震荡指标 可以看在这里啊 Oscillator Oscillator在这里有一个叫做随机震荡指标啊随机震荡指标把它点开 这里呢就是默认啊默认是这样子的 好 你可以看到啊把它放大 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 如果我们用这个十字标来标一下我们上下啊离这个竖线来看 每当他价格上涨的时候啊这个指标呢它是一个上上的趋势啊每当这个价格下跌的时候这个指标是向下的趋势 好 那么震荡指标怎么使用呢啊震荡指标呢我们可以看这里个80有个100啊这里这个区间80到100这个区间叫做超买区间啊买就是by啊就是英文叫做overboot overboot 0到20是超卖区间啊英文叫做oversold 那这个听这个名字就很形象了一旦你这个价格进入这个overboot 超买区间以后 那么预示着他可能会后期可能会下跌啊那我们可以看这里这个现实走跌了然后这里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下跌 如果是在这个oversold啊在超卖区间的话呢预示着后市可能会上涨那么这个价格会走高啊那么可以看这里一个小幅的走高 当然了这个指标呢没有完全正确的也不是百分之百啊正确的所以说主要是你要看你怎么结合着去使用啊要看你怎么结合着去使用 那么这就是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怎么样使用这个mt4的啊一个简要的一个 概括啊一个简要的概括啊话说着刚才这个 做的这一旦啊慢慢开始这个产生了这个 这个这个 浮营啊浮营之前是浮亏啊所以你看交易的话 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啊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市场的这个动态 好那么 嗯哦对怎么样关掉这个订单啊怎么样关掉这个订单啊那这个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我们 因为之前比如说我下了个订单我可以关掉吗当然可以 啊我们先说怎么样更改这个订单啊我们可以右键单击这个订单啊在terminal窗口然后点击这个modify or delete order 然后点击它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更改啊你比如说 我的这个这个时候我可以加入比如说我怎么加入这个我可以加入这个止损啊也可以加入止盈加入好了以后我在下面 说止损价格啊止损价格我设置在这个0.74 710啊 然后呢 我这个 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是做空啊做空的话应该价格应该在上面啊我现在说这个0.75 470啊好 我们看这里就亮起来了我们点击modify好OK 我们可以看到啊把图片放大可以看在这个入场位是绿线表示啊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红色的线这就是我们的止损位什么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做空吧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是下跌的啊下跌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下跌他后市是一个上涨的 那么当这个价格上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我这个系统就会帮我自动取消这个订单就会帮我自动离场啊帮我自动离场 那我最多也就损失中间这个区域啊 当然你也可以调整你也可以调整这个止损你可以拖住他你往下移一点 然后啊 accept accept OK 然后拖住他往下移一点 好 我的止损呢 又往下移了一点啊或者是你可以拖住他往上移一点 止损你怎么设 指引事实上就是一样的设法 只不过是 在另外一边啊 在另外一边 这里我就不再做解释了啊 不再做解释了 好 刚才说了怎么修改订单 我们怎么关闭订单的也很简单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鼠标鼠不要移动到 移动到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订单 我们双击左键双击啊 跳出来了 跳出来这样的窗口 你只要点击close OK好 那么这个订单就 结束了啊 那么这个订单就结束 我们可以看 我的本机是从五万啊 五万零六十二块六 五万块啊 变变到五万零六十二块六毛三 证明我刚才这一单交易为我赚取了六十二块六毛三的利润 利润 好的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些简单的MT4的操作方法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不清楚的呢 欢迎你们在这个 这个 邮件联系我啊 邮件联系我 然后呢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啊 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好 那么祝大家 交易愉快啊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随时联系 祝大家能够 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在这次大赛当中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啊 谢谢大家 再见